强硬回应俄罗斯 美元乌10亿亿重物 海马斯数量翻倍 周三9月28日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最新一轮 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 无疑的 这是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当局 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操作的 直接且强硬的回应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阿尔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了这一价值11亿美元的 最新一批伊朗子计划 在白宫宣布此次军事援助的前一天 俄罗斯在被其入侵占领的 四个乌克兰领土 顿涅斯克、卢干斯克、扎波罗勒 和赫尔松地区进行了授旗超重的虚假公投 莫斯克声称 公投的结果是 所有的俄罗斯军队占领区都以超高的比例 最低是88% 压倒性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区域 加入俄罗斯联邦 实际上 自俄罗斯当局宣布要进行公投以来 这一结果已经被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人看传 并做出预测 皮尔尔上周披露 如果莫斯科继续操作 吞并乌克兰领土 美国政府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准备好了 会对俄罗斯斯加增加的迅速和严重的经济代价 此外 美国多次声明 永远不会承认莫斯科超重的假公投的结果 此次美国给予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 引人注目的头号标题是 高达18套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以及弹药 本月早些时候 乌克兰成功发动了大范围反攻 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乌克兰和美国官员认为 精确自导的重型武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在反攻胜利中 聚功绝尾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情况说明书 包括这次的援助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重型武器系统 总数达到34个 此前美国分批次向乌克兰援助了总共16个海马斯系统 而这一次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数量有18个 已经超出了之前援助 该种重型武器的总数量 但是这些武器系统全部交付的时间要长达几年 这也说明美国将遵守其承诺 长期支持乌克兰 这也是美国对俄罗斯企图拖延时间 用长期的消耗战磨灭美国对乌克兰强烈支持的策略的直接回应 这次海马斯系统和相关弹药的采购和交付将需要几年时间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在周三告诉记者 但他指出对于这个援助包中的大多数其他武装设备能力来说 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预计交付时间表将介于6到24个月之间 此批军事援助中引人注目的另一重点武器系统 是12套用于对抗无人机的泰坦系统 据悉 该伊兰兹军事援助计划 由美国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资助 而不是通过总统缩边授权的方式 即允许五角大楼从工业制造上那里获得这些武器装备等能力 自俄罗斯在七个多月前2月24日发动全面军事入侵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